這個球 打到頭盔 是 有頭 對 這個球主持人也是 被判出局 對 投出了一個頭部觸身球 如果是打到頭盔的話 黃色豪是沒有大礙啦 對 插到而已 但是打到頭盔 中華之邦的特別規則 對 特別規則 就是你投的是直球 快速球 快速球 打到了頭部 的確是碰到了黃色豪的頭 不過真的是 消到 打頭也厲害 感覺起來沒有什麼大礙 不過在因為中華之邦的 特殊規則 所以這時候陳一辰呢 必須要下去 剛剛應該也沒有看到 有選手在做熱身 沒有關係這種情況啦 換起來的投手 是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來做準備 陳一辰因為一個意外的 頭部觸身球啊 這時候必須要下去休息了 這場比賽投了三 又三分之二局 總共用的是55個球 面對兄弟相對的 算是差不多兩輪的打折 總共被打了五隻的安打 他的握球看起來 有點像變速球 他可以跟裁判申訴一下 這是變速球 對兄弟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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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兄弟相對